hello大家好,我是Jessica,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所有人都可以做的利用RSP和TFSA达到税务优化的目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这个频道是想跟大家一同成长 我会用通俗一懂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些加拿大税务知识,理财和自我提升的tips 如果你的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子我有新的更新,你就会在第一时间得到通知 我们都听说过,夫人有很多的税务优化手段,比如开公司,建立信托等等 其实我们普通人也是可以利用RSP和TFSA达到税务优化的目的 我在税务视频的第三期和第四期跟大家详细讲解的RSP和TFSA 如果还没有看的小伙伴们可以回看一下这两部影片 会更好的帮助你理解今天的视频内容 我在视频的右上角也会放到链接,也方便大家观看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比较RSP和TFSA,其实两者并没有绝对的好坏 关键在于什么时候用RSP,什么时候用TFSA 这两个都是加拿大政府提供的tax shelf 所以今天我会给大家提供一个最大化利用RSP跟TFSA的方法 让你口袋里面钱变得越来越多 当然有宝宝的父母和家庭也可以利用RESP 我在事务视频的第五期有讲过 首先我们要了解RSP跟TFSA的属性 RSP跟TFSA是两种注册型的账户 它们不是投资产品,就像是你在银行开户是一样的 在RSP账户里面的投资的话 本金和收益部分都是可以达到延迟缴税的目的 因为如果你有额度的话那么你投入进去的本金 也就是你的contribution可以用来抵你的收入 然后本金所产生的收益是等你在拿出来的时候才需要缴税 从而达到了延迟缴税的目的 在TFSA账户里面投资呢 本金部分也就是你的contribution是不能达到延迟缴税的目的 因为你的contribution部分是不能用来抵扣你的收入 但是收益的部分也就是你投入进去的本金 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分红capital gain等等投资收益都是免税的 也就是说可以达到免税的增长 在我们了解了RSP和TFSA的基本属性之后呢 我们就要对自己现在的收入情况 财务状况和投资目标有所了解 从而决定什么时候用RSP什么时候用TFSA 要了解自己的收入情况呢 首先你要知道你现在到底挣多少钱 你的税前收入是多少 还有就是你未来几年的收入会有怎样的变化 如果你在接下来几年收入空间很大 那么很有可能你的收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在了解自己的收入之后呢 你需要了解你的投资目标 你是想做长线投资还是短线投资 还有就是你什么时候会需要这些钱 在了解的上述情况之后呢 我们下面就来详细的讲一下 什么时候用RSP什么时候用TFSA 如果你是属于以下的这三种情况的话 可能选择TFSA会比较好一些 首先第一种情况 你现在收入并不高 但是未来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因为在TFSA里面的contribution 也就是你投入的本金部分呢 是不能用来抵你当年的收入 所以不会帮你减税 但是这部分本金所产生的收益呢 是完全免税的 所以呢这也就引申了第二种情况 就是当你比较需要灵活的取出这部分投资的话 那么你放到TFSA里面 可能会给你带来比较少的税务负担 并且给你足够的灵活性 因为这部分额度呢是可以被重复利用的 而且如果你取出了这部分投资是有增长的话 你的额度也会得到永久的提升 我在之前TFSA的视频当中呢 有详细的解释和计算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观看 但需要注意的是 你取出的这部分额度呢 要在下一年的1月1号才可以加回来 也就是说在你取出的当年是不能加回去的 如果你是年末取出的话 你等待的时间就会缩短 如果你在RSP里面进行这波操作的话 首先你取出的金额会被100%上税 而且如果你有capital gain的话 这部分capital gain是要100%上税的 而不是像非注册型账户里面 capital gain只有50%需要上税 而且因为你之前已经用掉这部分RSP的额度 当你取出来的时候 你用掉这部分额度就会得到永久的损失 就不能重复利用 第三种情况就是TFSA里面的投资呢 是为了得到资产增值 或者投的是成长型的股票 或者投资产品 也就是说以后你是为了获得capital gain的情况下 那么可能放在TFSA里面会更省税一些 因为从TFSA里面取出来的钱呢 是完全不需要交税的 也就是说是完全免税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要频繁操作 不然会被税级认为你是day trading 要算的business income 并且是100%上税 虽然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什么叫day trading 都是case by case 主要是从你交易的频率 时长目的 以及你的专业程度 比如说你是不是交易员等等来决定 如果你是处于以下时期 或者有以下需求的话 那么可能选择RSP会更好一些 RSP并没有TFSA那么灵活 而且政府开上RSP呢 主要是为了退休后的生活做保障 首先第一种情况 如果你现在处于收入的巅峰时期 首先恭喜你 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投入RSP最好的时候 我们来大概粗略算一下 利用好RSP可以帮你省多少税 如果你现在收入是32万税前 然后你的RSP里面 还有10万的额度没有用 如果在你不使用RSP的情况下 这10万块钱所需要交大的税款呢 就是53530 因为超过22万的部分呢 是要按照最高的边际税率 53.53%来计算 加拿大的税率呢 都是阶梯状 同样你也可以认好这个阶梯状 如果在你没有收入的那一年 你把这10万块钱取出来 算作你的收入 那么你所需要缴纳的税呢 就是最低可以达到26,000 对比你不用RSP所交的 53530基本上是帮你省了一半的税 这才是RSP的正确打开方式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如果你以后的收入会更高的话 那么现在可能就不是用RSP最好的时候 如果你还是想要用注册型账户来做投资的话 可以选择TFSA或者你可以选择非注册型的账户 第二种情况 如果你有投资美国的dividend stock的话 我们在讲RSP跟TFSA的视频当中也提到过 在RSP里面如果你有收到US dividends income的话 由于美国跟加拿大的双边合约 美国税务级RS是不会收15%的withholding tax 但是如果你是在TFSA账户里面 有US dividends income的话 美国税局会直接从你的收益部分 提走15%的withholding tax预扣税 而且这部分税交的就是白交了 也不能抵你的个人税 只是加拿大税局不会再征税而已 所以你选择的投资类别也会影响 你决定什么时候使用RSP 什么时候使用TFSA 如果你想要投资有股息的美股的话 可能选择RSP会更好一些 简单粗暴一点来讲 就是收入型的投资第一选择RSP 成长型投资第一选择TFSA 第三种情况 在你考虑风险比较大的投资的时候 选择RSP可能会更好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在有亏损的情况下 如果你想把这笔钱撤出来的时候 在TFSA里面Loss的这部分额度呢 就会得到永久的损失 但是如果是在RSP里面投资的话 这部分的Loss就不会损失掉 投资有风险如是需谨慎 如果你想做地产投资 需要怎么选择呢 不管你是选择哪一种方式 首先你要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所了解 如果你现在自住房本身的贷款 还是很高的话 我建议你有闲钱的情况下 或者每个月有结余的时候 可以先考虑还房贷 然后再考虑用RSP 或者TFSA账户做投资 这样等你以后想买更多投资房的时候 你就可以带到更多的钱 因为一般情况下 贷款主要是看你的收入 还有自住房的贷款额度 增加收入降低自住房贷款 银行才会带给你更多的钱 来买下一套房 还有一种情况是 在你还有别的贷款 比如信用卡贷款 车贷 学生贷款的情况下 可能首先考虑还清这些贷款 然后再利用RSP跟TFSA 做税务优化证则会更好一些 无论选择哪种方式 只要你开始有了财务规划的想法和意识 那么你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以上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 如何利用RSP和TFSA达到税务优化 当然了凡事没有绝对 大家一定要根据资深的情况来做决定 如果有需要的话 一定要咨询专业人士 不然很有可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如果你还有任何想要了解的话题 或者问题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 对你有所启发的话 请帮我点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子我有新的更新 你就会在第一时间得到通知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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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